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蓝白河 唯一胜选可能 柯当正的蓝推副手 2024总统大选蓝白河即将在明日举行首次末聊面对面会谈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13号接受TVBS主持人秦宜军专访 将以明晚播出前今天在Facebook抢先曝光专访内容 柯表示 唯一胜选可能是柯当正蓝推副 还说我会赢且大赢 柯文哲近日预录TVBS战情室专访 其中也谈及蓝白河的重要议题 节目主持人钱也在Facebook提前透露专访内容 钱表示 柯谈蓝白河 一 相信数字和科学 二 放心 20天之后就会有结果 三 唯一胜选可能柯当正的蓝推副的 四 延续第三点 柯说我会赢且大赢 根据TVBS新闻网报道 前问蓝白河胜选方程式 柯文哲表示 看过这几个月各种组合的民调 如果一对一对决 胜率最高就是柯当正的 民调输的一方推副手 柯也强调 十月底就是蓝白河底线 后续还有找副手等事情 蓝白河就是相信 尊重民调数字 直言 时间接近大家头脑会清楚 不会和也要大家心甘情愿 用数字说明 愿赌服输 好 这个文章就是一个主题 柯文哲他认为唯一胜选的方程式 就是柯文哲当正 侯有余当负 他都没说侯 他只是说蓝去推一个副手 而且他之前有抛说比民调啊 谁输了谁退选 柯应该是心里对民调是有数的 就是柯文哲有把握 他认为侯老三这个民调应该是上不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之前柯才说了一个 咱们俩比民调啊 谁输了 谁滚蛋 谁赢了 谁选 侯老三不敢比 周立伦也不敢比 就说啊啊啊 我洋洋大党 凭什么我老二啊 凭什么你当正啊 我当负啊 到现在最后应该没有时间了 可能就是要登记了 合还是不合 柯文哲就把最终的底牌就亮出来了 就是咱也别废话了 我当正的 你当负的 咱们这样的一种蓝白河有可能赢 按照柯的话说是他一定赢 而且还大赢 这个口气呢稍微有点夸张 但是有他的依据 就是他认为现在赖清德背着蔡甲博士 一个执政很烂的一个锅 有一些中间选民未必认同赖清德 认同赖清德的也就是绿的 因此柯用他当年围攻连胜文那个方法 也就是他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面对连胜文他联合了民进党 同时还拉过了宋楚瑜 他组成了一个在野大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干掉了连胜文 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喜欢国民党 连胜文你再有钱 你再大连舰队 你再有势力 老百姓不喜欢 他吃准这个东西了 到今天其实柯文哲也看出来了 讨厌民进党的比例很大 但是讨厌民进党怎么把那个票投出去 这里边确实是一个问题 柯文哲能拉拢一部分的年轻的选票 和一部分的中间选民 蓝有一点基本盘 如果把这个中间选民和蓝的基本盘 并起来 在不作弊的情况下 有可能和赖清德打一个平手 我这么认为的 未必大胜 但是打一个平手很接近 这个是有可能性的 这里就退回来说 朱立伦干吗 朱立伦那个算盘可不是让你柯文哲当总统 朱立伦是要把他的得意门神侯友仪扶上去 然后他在幕后直接控制侯友仪 如果侯友仪当选了 最终的台湾的控制权不在侯友仪手里边 而是在朱立伦手里 这个就是朱立伦所打的算盘 在这种情况下 朱怎么能同意让柯当正 而侯当父呢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下面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们就看看 最终这个蓝白和是毁在朱立伦手里 而柯文哲和也好 不和也好 反正他玩一把 没有问题 他没包袱 柯文哲输了也没包袱 能赢更好 能赢的前提就是 他要把国民党并进来 有可能 但是让国民党出负 甘拜下风 朱肯定是不干的 所以这步棋应该是不存在 那既然不存在的话 柯文哲反正把话说出去了 你们也别的操操了 你就玩你的 我也玩我的 最后让赖清德当选 或者说让李静勇 让蔡甲博士认同你 侯友谊当选 结局就由他去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柯文哲直接把球抛过去了 朱立伦怎么接招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 估计朱立伦接不了这个招 所以就把他放弃了 四个人 如果郭台铭能够联署成功的话 四个人就一起玩一玩 最后谁当选 到时候再说吧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